Lio聊十季 天野的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打打人 這場比賽是TCI 冠軍邀請賽 先來看到這場比賽是昨天8月8號的凌晨打的 又是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特色是蓋建築物的時候 速度會增加升10%的速度 所以他蓋城堡或是蓋建塔對塔的時候 或是對寶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西班牙人蓋得很快 很容易對手 西班牙人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打寶兵的玩法 這個俗稱的西班牙征服者 封建時代的話 他可以打工兵 但是城堡時代盡量不要打奴兵 因為他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西班牙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遊俠 配西貞還有擊兵為主 再配一點火炮作為輸出 西班牙人的玩法還算是比較偏向馬國的玩法 因為他的馬鎧是有三房的 拼種也有 所以很適合打遊俠還有大洛馬國都很適合 西班牙人的城堡會算是他一個蠻重要的建築物 因為他的城堡可以產出這個西陣 西陣這個單位在城堡時代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天敵 只有怕僧侶跟戰毛病 現在可能會怕蠻大量的紅兵這樣子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射速 而且他要跑得很快 而且射速比較慢一點 但是攻擊力很高 所以可以盡量用一些操作去跟對方換單位 算是西班牙人的一個操控單位的重點 如果你很會玩英雄聯盟的話 像是玩一些AD角色 那玩西陣的話你可能會玩得得西陣手 因為他有點像是AD的角色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打打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高打地 傷害增上是增加多25% 好像原本就是高打地就是25% 然後再加上他的天生能力 再加25% 總共加50% 非常痛 那他的馬攻是比較好打的 主要是因為他有免費的安心人戰術 還有拇指環 所以讓他這個文明馬攻速成速度很快速 那因為他有拇指環的關係 免費的拇指環 所以他封建時代打工兵 銜接到城堡時代的奴賓 是非常強力的 一上城堡時代就有拇指環 然後再補下二級射跟奴賓 還有彈道雪 這三個升級 基本上奴賓就升完 也是有超快射速的那種奴賓 所以塔套選擇打打 我覺得也算是很OK 對付西班牙人我覺得蠻適合的 因為打打人有馬攻 馬攻也可以追得上西陣 這點也是值得一看的一場 那打打人的後勤主要是打這個雀削 還有駱駝還有這個肉馬 草原騎兵的話偶爾可以打一下 但不太推薦 主要還是打工兵路線 比較適合他 那後勤有這個鐵木的工程術 可以讓他的工程器製造所 不是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讓他的巨型頭實際 加二攻的射程 那這二攻的射程 可以讓他非常遠的距離 攻擊敵方城堡 那打打人的後勤呢 主要是打這個馬攻 駱駝 雀削 還有這個火焰駱駝 為主的 火焰駱駝的話 是對付馬國的很好用單位 他可以變成自爆兵 那這個自爆兵呢 有這個非常大量的對馬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場西班牙人 實質上是有點被克制住了 那如果西班牙人要打贏的話 只能靠自己的操作 看能不能打出情機差距 以上這幾點 可能是西班牙人的 唯一獲勝手段 接下來來看一下 那地圖方面 這場 這應該不是阿拉伯 這看起來不太像是 這張圖是什麼 我也不太知道 那看到這邊已經趕了 這個路怎麼有六條 123456 肉超多的阿 好 大大這邊肉很多的關係 打肉馬開局沒什麼問題 地圖方面稍微微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地圖上來說還不錯 OK 兩隻刺猴配一隻槍兵 守住了家裡的洞穴 正面再稍微補一個人物門 讓對方沒有溜進來的可能性 好 自己就可以派出吃 出去 又這邊地圖 看起來 就跟阿拉伯蠻像 我記得這種地圖 最麻煩的東西就是這個樹 很容易被挖串 以前在HD時代的時候 這個麵包樹 真的是很頭痛 你怎麼 你怎麼圍都有洞 但是到了HD版之後 好像有改善這個問題 感覺洞沒那麼誇張 你看這個其實裡面 很多洞洞的 你看這邊 果然還是有 HD還是有洞洞 可是這個洞洞的 深層激勵感覺變得更小 可是它的外圍 至少可以有一排是會危險 不會有那麼明顯的洞出現 我記得也沒事 以前玩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就索性不為 直接插劍塔防守 然後直接除兵騷擾開打 劍塔全部插在家裡 但是很傷經濟 所以職業選手他們也知道 插劍塔防守很傷經濟 所以還是會選擇直接硬尾 有洞還是用眼力 自己去看出來哪裡有洞 然後去補一下 像這個塔套這個就補得很不錯 看到右這邊是選擇了三肉 然後準備來直層 這邊先加速一下 兩邊應該不會打太多東西 這裡有獅子在亂 好 但這裡有湖 這邊可以考慮下個碼頭 然後去出漁船 然後放漁王捕魚 那以前的阿拉伯 掰朋友喜歡做這種事情 就是下碼頭 然後撒漁王捕魚 這樣經濟就會比對手還要好 張地圖可以這樣子搞 但是要小心一點 對方是有西方的征服者 如果你真的要下漁船的話 很容易被西增給打掉 這邊的方式一直靠 西班牙這邊這時候還沒有挖石頭 通常就不會是打西增的這個套路了 反而會慢一點打 3TC開出來挖石頭之後 蓋下城堡才會轉西增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點下城堡Style 之後去挖石頭 然後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那一上城堡Style 就可以直接產出西增 然後大概產到4到5隻 然後就開始拿火槍 開始去彰對方的木門 或是彰對方的刺頭騎士 給對手一個極大的壓力 然後再去燒他的墓區 這樣子 所以西班牙這征服者我其實蠻推薦 這個大家去玩一下 蠻強大的一個火槍單位 那西班牙人的他的經濟 其實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兵工廠的科技是免費的 不用黃金的 只需要消耗肉量就可以升級 而且每點一個科技 還會再增加20黃金 所以這個能力呢 讓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這個 一些黑棒棒戰術的打法 讓他壓力比較小一點 打得更順喪一些 這個能力也可以讓他 後期點遊俠的壓力更小了一點 可能設計師有考慮到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雖然很好用 但是到後期要轉出遊俠很困難 所以最近才給他這個科技 就是研發一個科技 獲得20黃金的能力 新移植會品 出現更新的 西班牙征服者 三 metち 突然工期 塔攻套路的話 才不會被吸增給客製主 至少可以跟吸增大約打個55開或46開 為什麼會46開原因 是因為吸增傷太高了 你只要一擊火 然後射一下 有可能就會一支一發馬攻 跟前期的馬攻血量併不足 這50滴血 減下平手70滴 但是C秒這邊是打戰毛病喔 那也OK 那這邊就打一個戰毛 配森鋁 然後3TC開農 石頭也不開挖 那待會出去開城鎮中心的話 我看一下哪裡還可以開 這個地圖最麻煩的地方就是木頭很少 這個麵包數非常的 非常的小 但是它的好處是它有200木頭 跟一般的木頭是不一樣的 這邊看起來都不太好開啊 只能開這個地區了吧 目前看到達達這邊是出了9隻 馬攻 馬攻數量 要到大概10隻以上 才會有比較強大的殺傷力 但是它出到10隻的話 它會花非常多的資源 經濟上可能會拖到開城鎮中心的時間 還有這個 農田運作的效率 這邊3TC開農 這邊肉量多到居然不會斷 這個地圖實在是太多路可以吃 那還不錯啊 開到4TC了 那它這樣經濟就會非常好 打打馬攻 好狠 射的超快 射銀滴 死去 OK 數量來到10隻了 10隻馬攻 現在又只能用戰武兵來打 但是這邊要補下神聖思想跟宗教狂弱 增加一下聖女的移動速度跟血量 那達達人這邊補下了輪軸技術跟瞭望技術 開始補下一些經濟科技啊 還有這個視野的問題 那這裡做得很好的一點 就是它有到處把這個冰放在野外 看西班牙有沒有偷偷出來蓋城鎮中心 偷偷出來開農 那如果它有出來的話它就可以去 去抓一下那邊的村民 畢竟它裡面圍得很死 要騷擾到的話只能打這些木區 跟這個外圍部分 那如果去打的話還要特別小心森女 那如果在外面的話 就比較好騷擾一點 但西班牙這邊是完全沒有出門的意思 那經濟方面來說又雖然暫時領先 但是打打這邊第四個城鎮中心蓋下之後 可能經濟就會有所逆轉 好那這邊剛好西班牙人第一時間點下了彈道學 變得非常準喔 一發 喔這個有洞 你看這個 戰毛兵可以走出去 麵包書正式很煩 到處都是洞洞 這張圖應該是有個特別的名稱 但我忘記了 我真的很討厭這張地圖 所以幾百年沒玩過了 好那中間補下了一個試劑 然後開始把村民往外拉 開始要把城堡蓋出去了 第一棟城堡可能蓋在門面的位置 可以順便守城鎮中心 還有修道院的位置 正面有城堡的話 比較不容易被壓制住 出兵跟 這個行軍方向 會比較明確一點 這邊村民拉出去 應該是要來蓋城堡 好 還是要蓋在外面的高地呢 有點蓋得太突出我覺得 過來還是要蓋在前面 好戰毛兵第一時間把生女給解決掉 然後後面的戰毛兵持續對著 馬弓輸出 馬弓解掉了一隻跟一隻生女還不錯 後面這隻刺猴還在這邊乳霄 又這邊補下輪軸技術 經濟一開始慢慢變好 目前打打呢 村民是反超了西班牙人 四棟城鎮中心開樓 經濟認識會很好 哇這邊再直接撞一次戰毛兵 馬弓損失慘重 血量噴掉了非常多 這時候才點品種 這邊打法蠻特別 西班牙人先打戰毛兵 然後轉犧牲 這個套路跟一般的西班牙人征服者套路是不太一樣的 確實這樣打可以第一時間克制住對方馬弓 然後後面再轉出一些犧牲 針對對方的草原騎兵 或是騎士雀削都可以 這樣的戰毛兵就可以繼續針對對手的馬弓了 哇有單道學的戰毛兵 好強大 不想後了 心態炸裂 好 目前看到塔塔這邊是打一個 雀削 配上 哪弓 的套路 雀削這個單位非常的便宜 黃金造價只需要40黃金而已 還30 30多吧 應該40 但是他沒打一下單位 敵方單位會獲得一點黃金 所以辭職造價大約落在35點黃金左右 所以他是需要花少量黃金 會獲得體質還不錯的一個 騎兵單位 所以他的近在防禦 近在防禦跟攻擊力會稍微低了一點 但遠防來說還是不錯的 還有二防 那點刀的後期呢 就跟這個 遊俠是一樣的 這個防禦是差不多的 這個精銳的雀雪會再多一點血量 然後再補個一點遠防 所以打大了 通常出雀雪就是要來當坦克的意思 雀死喔 坦度蠻十足的 雀雪追著打 被開了這麼多槍還不死 開了三槍 還是活得好好的 有夠勇猛 有夠勇猛 好這邊三隻吸針 速速開槍 還是擊退了一些馬功 遇到戰毛兵跟生旅喔 還是撤退 正面上方蓋下一棟城堡 下方這裡可以再補一個喔 這裡再補一棟城堡也不錯 三棟城堡 直接 把這個正面給勾住 還可以控到礦區 相當不錯 好希望這邊外面開下了城鎮中心 下方這個位置 確實不錯 有木頭啊 旁邊還有這個金礦 這裡可以待會再補一棟城堡 繼續控圖喔 哇這個怎麼 逼到了邊邊角角 這個雀雪 環遊世界一周 好兩邊點下的帝王斯袋 稍微加速一下 好打打這邊也展出了戰毛 那戰毛兵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走 也是有外增傷的 所以對付對方的生旅啊 或是西增喔 戰毛兵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反正戰毛被招走也不痛不癢 OK 哇 要被砰光囉 這一波砰上來 城堡很強蓋 但是後面缺缺過來 抵擋一下 OK 這波能蓋起來 打打人 會很賺 這塊黃金蠻關鍵的 雖然看起來只有1600沒什麼 但我覺得這可能是他的救命金喔 那西班牙人這邊 則是點下了馬凱 打回帝王斯袋 可能是要來轉這個 遊俠 這個馬凱先補 下方的驚慌被騷擾 下方的驚慌被騷擾 那村民宿目前是打打人領先喔 109吋對上125吋 村民差距約15吋 這邊再拖射一下 可以射掉一隻 雀雀繼續往後拉扯 下方的驚慌被騷擾 回頭騷擾一下 再騷擾 OK搞定 三隻雀雀直接暴斃 最新頭11架了起來 後面兩隻生侶在後方 只要有騎士衝過來喔 這兩隻生侶就可以做應對 下方的驚慌都解決掉 這裡果然補下一棟城堡 這裡很需要一棟城堡 這個黃金不能一直被亂 被亂的話會很痛苦 而且他城堡 太往外插的話 很容易一直被拆掉 讓他們要把繼續量產 吸貞 大大人這裡補下的話 學跟弓兵練甲 開打技術繼續補 這裡繼續攻城 對方城堡花被打掉 正中城堡沒了 待會西班牙 西班牙人又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這裡要怎麼打比較好 好這邊轉出遊俠 確實轉遊俠 是他現在能打的方法 對方戰毛兵太多了 他現在的配兵組成 都會被戰毛兵給壓制住 人家不用黃金就可以把他壓住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自己轉出一些遊俠 對付待會的場面 也會比較有個坦克 在前面扛住 打打這邊出 確實當正面扛 也不錯 造假便宜 待會看一下西班牙要不要再轉一些 什麼疾兵之類的 西班牙的垃圾兵 都是全滿的 但是沒有特殊能力 這是他的一個小小缺點 所以在應對後期沒有黃金的場面 西班牙人通常不太會輸 因為比較萬人 大洛瑪或是戰毛兵都滿的 吉兵也是滿 好 打打人這邊是點下了 縱裝駱駝 應該是有感覺到 對方要來打遊俠 結果一看到 果然遊俠出來了 3公里要補一下 遊俠基本上是滿的 尷尬 尷尬 這時候 駱駝還沒有出來 遊俠正面硬尻 大量戰毛兵直接倒光 一整排的 紅色 屍體在地上 後方卻卻直接到後面想要抓掉 巨型頭司機 逼對方的遊俠回首 但這邊只拉了一些 正面出來 馬舊的遊俠來擋而已 並沒有繼續深入追擊 後方的遊俠 已經讓他隨便亂打了 但是後方駱駝出來 守住 OK 重中落波出來之後 就可以稍微擋住一下遊俠的燒了 OK 這兩棟城堡 火力十足 兩棟都是高地堡 打打的高打低 我記得是城堡也會有這個傷害 所以遊俠很快就被截滅掉 各種火力交叉 那雀雀這個單位呢 基本上是打不太贏遊俠 即使點下精銳 遠防變成7 但是血量只有160滴血 風擊力只有11點而已 三弓補下也只有 10 11加4 15弓 15弓傷害其實也沒到非常多 但是他的優點就是造價拼 如果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還是有機會打得贏遊俠 大概是要兩倍數量才可以 來看這個精銳遊俠 精銳卻學160滴血 坦度真的蠻夠的 重點是只要40黃金而已 2邊現在互打 2邊現在互打 這邊城堡 蓋的位置蠻前哨的 這邊打打人想要守著這塊金 村民術現在2邊都已經停了 沒有再繼續出 現在專心打 這樣 這邊有俠越出越多 犀牲只有出到9隻 沒有再繼續出了 那我覺得打打這邊可以考慮轉一點 馬風出來 繼續在後面投射會比較好 哇!這個正面的犀牲 操作失誤 直接衝到了最前線 好!兩邊直接褲打上去 拍片 這邊駱駝有點站到小小的高地 但是遊俠 數量有點多 遊俠下方直接一致排開 而且這邊還有城堡繼續輸出 駱駝擋箭矢擋不太住 直接被遊俠給曝光 即使拿到高地 但是也沒有打出非常有戰績 好!遊俠數量還有16隻 直接看到三巨頭 對方城堡也掉了 兩邊城堡都沒了 但是打打人 順利的把西班牙人的巨型頭刺激給收光了 正面再來一次 開打了起來 又有這邊慢慢補下重裝長槍兵 還有 三級的步兵板腳 果然還是要轉點擊兵喔 西班牙人很適合打擊兵 西偵游俠 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基本上什麼都不怕了 因為對方出戰矛 你的游俠可以去解決 對方出駱駝跟馬 你可以用擊兵幹掉他 然後後方的西偵龍 就後面補些傷害就好了 反而是後期的西偵龍 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個游俠跟擊兵龍 出多一點 才比較重要 那我是覺得如果正在玩西偵龍的話 後期還是可以出到10到20隻左右 在後面繼續偷射一些傷害也是蠻好的 畢竟雀雀實在是太坦了 好 雀雀這邊拿到了上方優勢 但是數量不太過的關係 所以感覺有點被打了回去 這邊擊兵數量一直出來 這一沾黃金兵種在打 打打人這邊黃金消耗其實相當兇猛的 西班牙人這邊則是轉出了垃圾 那邊省下一些黃金 但是游俠也是一直在按 那現在最尷尬的地方就是 西班牙的征服者 沒有再繼續按 然後導致自己一定要用正面單位 硬碰硬 游俠的數量可能很難蓄得起來 沒有poke單位的話 自己就要 轉一些垃圾兵打 那轉垃圾兵打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 錢壓威力不夠 然後導致你很容易被對方給磨死 而且打打這邊 確確每攻擊一下 又可以獲得一點黃金 其實後面越打越多 打打人是可以把 西班牙這邊 黃金給消耗完 所以我覺得游俠這邊 還是要出 但是 疾病的數量要更多一點 才可以有效克制住 現在打打這一套策略 那現在到處衝來衝去 很煩啊 游俠也不敢上前幫忙 游俠也可能會被擊退回去 數量不夠多的話 那如果數量夠多又上來打一波 游俠數量又變少 這就是現在塔塔現在 想要獲得的效果 這邊沒有空太好 這邊要撞擊兵喔 現在分成兩隊 OK 打打人這邊補下重裝馬功 西班牙這邊只能點下了霸權 那這邊點霸權 並不是真的想要拿村民去打架 而是要拿這個村民 血量增加一倍 霸權可以讓村民到80滴血 防禦跟遠防都會增加一些 這讓西班牙的征服者 讓西班牙人的 後期的村民 生存能力提高很多 這邊馬功直接大軍前壓 OK 那打打人 看到對方轉大量級兵 自己轉成馬功 他就很難受了 因為他有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打級兵有加勢的額外傷害 所以西班牙人這邊又要再轉出戰毛兵 買反打 開始轉出化學 跟弓兵的練甲 三攻三防全部都補滿了 那如果西班牙人全部轉成垃圾兵沒有遊俠 集兵配戰 那打打人更簡單 只要出雀削加上這個 自己的馬功或是肉馬 就可以打得贏了 這樣反而會讓打打人 壓力更小一點 而且 更有主動權 目前來說 西班牙這邊要打回去是非常困難 而且正面上 他還這邊有高地 高打地的正上非常痛 連遊俠都看不太做 打打人這邊補下了 自己的大落馬升級 OK 那現在就是走成了一個打打且用的樣子 這一棟城堡掉了 黃金沒有挖乾 這裡好一千多塊黃金 來不及挖掉 西班牙人要怎麼奪回這塊黃金呢 右邊好一塊黃金喔 救命金 看到了 看到黃金馬上去吧 打掉城堡第一時間沒有來抓這裡的 黃金礦工村民 現在這邊在控 去抓掉 這邊硬抓應該沒問題 大落馬都已經升級好了 抓完就跑 好 但沒有沒有控他 全部被殖滅給戳死 那大落馬升級 王攻擊力有7加4喔 打工程器單位喔 還是蠻好用的 這邊把馬功放出來 偷射射 好 西班牙人補下了 縱火技術 來放火囉 大落馬再次上前 藏不住 大落馬摸到了兩下 又來一對 上來硬拆 有機會嗎 好像沒機會 再一刀 哇 這個巨頭 10滴 尷尬囉 好 那目前西班牙人越打越虧 還少打遊俠 西班牙人後期沒有遊俠 基本上打不太贏 哇這裡 居民越補越多 好這裡趕快強奪一下 西班牙人的黃金 下方這裡沒有持人中心 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躲 這裡馬功一進來 下面就BBQ 但是後面有大落馬過來 這邊想要守住巨頭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下去 這邊用馬功 想要把巨頭給包起來 這波包得不錯 守護到了巨頭司機 這邊打到防守打得很漂亮 又這邊可能要把這些大落馬 送到打蛋家裡 去鬧個一波 讓打打逼迫被防守 這邊用了一些大落馬 直接過來開砍 果然喔 下方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只能躲到城鎮中心下方 色色的發抖 裡面人滿為患啊 哇 太慘了 然後後面巨頭司機又過來 繼續進攻 馬功也過來了 後方這邊有毒口的關係 大落馬進不去 後方卡套防守做得很漂亮 左邊這邊大落馬也是進去 躲個一波 現在又全面潰敗 即使有遊俠出來 可能也要承受這一波的經濟損傷 哇 後方又有人先馬功 守住這個高地 來防對方的遊俠 防得住嗎 這裡再補一根 再補 剩下一個洞來不及補這個城門 巨型頭司 最後一發投出去 倒地 但是也順利的把城門中心給解決掉 欸 被修了回來 OK 但是 又把自己的遊俠給犧牲掉 下方有少量的遊俠過來守住 要有目前創民術下降只剩83吋 創民術落後40吋 經濟開始不太行了 肉量只剩下300 黃金數量剩下100多 這棟城堡掉了 當然這棟城堡不是重點 這棟城堡的工作已經達成他的目標了 控制對方的黃金 還有打掉下方的城市中心 讓對方下方經濟直接潰敗 但是這裡沒有出戰毛病 這裡就是純級兵再戳 可能現在是打打噴太多肉馬 讓右這邊一定要轉出一堆級兵去擋 這邊肉馬一直在狂亂 沒有戰毛病的話只能靠遊俠去打馬功 但是馬功又可以藉由自己的操作 上高地反打回去了 應該這個遊俠 還是有點傷 那這邊點一下了大草原 可以增加這個肉馬 還有馬功的生產速度 還有草原騎兵 這樣噴肉馬速度就更快了 有點像是打打人的 井噴 噴肉馬用的 OK上方的城堡應該沒救了 但沒有關係上方城堡的右手東西已經沒有了 現在兩方都已經監禁斷金的狀況 打打人現在黃金沒有人在挖 零金 但是現在是靠著生物噴了一堆黃金出來 由於西班牙人的城堡時代初期 是沒有來打 生物的關係 所以生物全部都被躲了過去 好這邊又打錯了 GG 是三生物 還不是全部的 那應該是西班牙這邊有拿到一兩個 拿到兩個 好那這邊 又打得還算不錯 其實還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這邊的一個問題點 是遊俠出多了 雖然很給力 正面擋 但是對方把公益出來 有俠的 殺傷力就會被下降一些 因為會有生存能力的問題 如果要轉戰毛兵的話 對方又可以轉大洛 所以我覺得是這邊配兵組成 出現了一點問題 還是要按些戰毛兵 繼續出會比較好 但這裡一直沒有補射箭場 都是補這個馬舟跟軍營而已 右邊這一塊區域也是讓他最頭疼的地方 如果他一開始就開在左邊的話 這邊村民數沒那麼多 可能還可以稍微守一下 因為畢竟離敵比較遠 但是如果他開在右邊 大量村民都在這邊的話 就會像出現我們這場比賽的問題 就是村民太多 全部的村民卡在城中心上面 然後讓自己的經濟爆開 那這邊當然還是要繼續開拓 就是要來挖金黃 就蓋城堡守住 然後拉村民直接來 產出這個黃金就好 就不要讓這邊種田 或是 把這裡當作一個根據地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邊讓達達人進攻的路徑實在太近 會讓他太方便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達達人這邊大獲全勝 散物是拿到三個 那這邊大獲全勝的理由呢 我們稍微來找一下 哇靠這個好像是沒有點二級目嗎 呵呵 對 又沒有點二級目 OK 那這應該就是其中之一的原因了 那個因為輪走借速跟手推車其實差不多了 這個差距沒多少 這個就沒什麼好講 但是沒有二級伐木的話 就很虧了 你看從這邊開始 18分鐘到後面結束 五十七五十八分鐘 這一段時間 大約四十分鐘的時間 經濟木頭落後 是非常誇張的 那因為伐木技術 是遊戲裡面 經濟科技裡面 投資最划算的一個 你沒有投資這個 相當於 就是 讓了對方大概二三十寸的經濟吧 所以這個二級伐木 為什麼大家 一上城堡時代就要點 這個經濟是很有感的 那我覺得又應該 這場是輸在 沒有出戰毛病 跟點二級伐木的原因 才輸掉了 不然他這個打法 是還有機會打得贏 對方打打 因為你打打後方 後期 更需要黃金 去出這個重裝馬攻 那這個馬攻 只要數量減少到一定數量 數量可能不到十隻 那打打人 可能就會被 正面的 西班牙的垃圾大軍 給壓過去 畢竟打打人的後期 步兵是不太行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